路上一長條白色的磁磚 平常有不少民眾走路經過 這裡是基隆中正區新二路 不過只要下雨 就會變得特別濕滑 校三路上知名排骨飯店的老闆娘 已經在這裡滑倒兩次 必須休養六個禮拜 在這邊 我就要這裡 那因為這邊現在遮住了 要不然這邊有一條比較淺色的 校房船旁邊就是老闆娘跌倒的位置 因為休養造成店內人手不夠 而且又因為戲劇八十門的辯護人 在這裡取景 吸引更多客人店內超忙碌 就是大家分担他的工作 忘記他一定摔第二次的 我們就是第一次的 除了老闆娘還有其他民眾 以及議員也在這裡滑倒 不過跌倒的地方 一邊是消防隊一邊是停車場 消防局和交通處都認為 是對方負責的範圍 後來兩個單位又說 人心道是公務處負責 退縮地啦 對 所以那一刻我們公務處沒有在管 你們都是同一個金融市政府啊 然後現在即便我們在這邊 你們還是互相推啊 因為考慮到說正面 消防車會出路的部分 後度可能不太能動 因為它可能是一道 它的內部要排水的問題 所以是不是後續我們再找 消防局再來做一個 做一個討論來做一個改善 在各單位討論之下 結論是約定前 由交通處委外的停車場廠商 負責改善診斷 無遮蔽人行道的前置工作 希望讓民眾走在這條路上 可以更安全 鐵別新聞 劉新葵 陳家彤 基隆 採訪報導